我相信公眾最關注就是那個補貼的問題 什麼叫補貼呢 就是因為現在他們只需要交1000元作為地租的租值 每年另外再交地租差響 那就已經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使用一個很珍貴的土地資源 換句話說就是說 等於公眾透過補貼 公眾的資源的補貼 讓這些私人遊樂場用地的租用者 得以去到使用服務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檢討的 第二個我覺得是那個年期要做一些的檢討 現在那個年期的彈性是比較小的 我之前建議過一個做法就是十加十所為 就算你說我真的要批一個長一點的期間給別人 要建設又要運作 營運 我覺得當中可以有一些條件性的延續 就是說那個期間不必然是一個硬的期間 說21年就21年 反而會不會是一個十年加一個條件性的十年 這樣那個土地使用的彈性會大一些